大家好,我是玛丽 欢迎各位收看由玛丽制作的A系列视频 在这儿,A代表Artistic,艺术 它意味着作品将完整地保留游戏本身的艺术风格 在营造具备进入感的视听效果的同时 我也会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文本的叙事结构 给予同样的关注 请注意,作品的录制不会盲目地追求无上的游戏难度 本视频包含在这是我的战争战争故事级导演版之中 如意获取完整版本,请打开今日头条应用 搜索马哈拉什维利 并在我的主页找到专栏即可得到相关内容 现在请您静静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安静的一夜 S马出发寻找补给品 并带回了以下有趣的物品 大家好,我是玛丽 欢迎各位来收看由玛丽为各位制作的 这是我的战争战争故事级导演版的第二篇章 最后的广播中的第三天 昨天晚上,S马前往鬼屋搜刮资源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那是一个废弃的屋子 今天白天 马里克和S马二人要继续使用十字稿 来清理通往右屋的碎石堆 我们现在来开始新的一天 昨天晚上我们在鬼屋当中所搜集到的资源 还是比较充沛的 那么今天白天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资源来进行制作 但是我们首当其冲的是要让我们的人物先睡觉 马里克既然是正常状态 咱们让他来做一点运动 今天暂时没有什么值得播报的新闻 所以咱们的马里克主要是以收听和清理废墟为主 老样子 我们也暂时让马里克工作到四分之三不到的位置 然后让他暂停 或者如果时间充沛的话 咱们让马里克干到四分之三的位置 然后让他疲劳 然后咱们睡觉之后起来继续干活 好 没关系 你太累的话 咱们让你来监听 Astma请你起床 然后继续干活 我们略微快进一下 好 先把活干到这儿 先放着 然后咱们来清除下面的碎石堆 接到新通讯 接到新通讯 下面的碎石堆咱们也得控制量 好 现在干到这儿 然后再上去 把三楼的碎石堆完全清除 累了 差一点点 东西不需要制作 升级还需要七块木头 一个部件和三个组件 我主要是在想斧头的事儿 因为现在温度并不是十分的温暖 我们把火炉做出来吧 这样的话 明天人物在非常饥饿的状态下 就可以有东西吃 下午三点半 等待玛丽克睡宝觉 好 玛丽克请你来清除这个废墟 然后咱们的S码 今天应该能够到达屋子的右边了 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足够探索两层楼了 好 废墟清空 赶紧搜刮 很好 C23 C23你听见了吗 C23 那个该死的广播暴露了我的位置 人们不再使用穿过公园的路线了 应当找个人把那个无赖广播员给解决了 重复一遍 那个该死的广播 暴露了我的位置 人们不再使用穿过公园的路线了 应当找个人把那个无赖广播员给解决了 完毕 好 我们的行动开始产生结果了 这是第一次马里克受到明目张胆的威胁 斧子在这儿啊 很好 那咱们就没有必要那么着急的升级工作台了 好 现在整个右边屋子两层楼的资源都已经整合完毕了啊 重要信息是我们找到了斧头 这样的话咱们的木材来源就已经是一个定数了 那么明天白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打通一层的这个碎石堆 然后把剩余屋子当中的资源再做最后的整合 现在消耗品是缺乏的 但是咱们不用慌 不用慌 水源是够的 夜晚 我们今天前往第三个地点 加油站 加油站 这是人们在逃离城市时 首先遭遇洗劫的地方之一 交战双方曾经有过几小时的停火协议 用来清理整片区域的平民 但协议还是被中途打破了 大部分的人都死了 而双方都宣称是对方的责任 尽管这片区域遭到了猛烈的炮击 但这座加油站还是出人意料的状况良好 虽然这里遭受了洗劫 但或许这里还有着值得搜刮的东西 这里有些翻译错误哈 特别是一些不该犯的毛病 有两个载在一个短距当中 尽管被打成了经过 一些材料 许多武器 大量部件 戴上撬棍和斧子 加油站一个是有油 油能够供人们乘车逃离 第二加油站一般都有杂货铺 有食物 有一些基本的卫生用品 一个陆军突击步枪的空弹夹 这个地方不平静 这里是C21 这里是C21 听到了吗 完毕 我的卡车坏了 现在我在加油站无法移动 卡车里载有大量补给 请求支援 完毕 该死 没电了 我必须找到新电池 不然就得等死 一名军人有大量补给 啊落单了 很好的目标 准备进站 目标击毙 搜刮 突击步枪 拿上 很好 现在咱们有武器了 还有卡车 大量补给 是什么东西啊 药品 食物 太棒了 拿上 一辆损坏的军用卡车 它一定是撞到了什么 卡车里门载着板条箱 从标记来看 应该装有军用食物和医疗用品 好 咱们继续搜刮 看来前期来加油站是一个很妙的点子 因为这里具有让咱们挺直腰板的枪杆子 木柴其实并不是现在的刚需 温度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然后家里的家具还可以砍 枪也涌了 重要的是一些基础物资 还有一些药品啊 食物啊 等等 好 我们继续来探查 相当深的拖动痕迹 他们直接指向加油站旁的那条路 这则信息应当是咱们下楼的时候就应当先读 然后咱们再通过这则信息指向卡车会更好 带有军用标志的补给箱 看上去像是最近被带到这里 楼底下还有资源 草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货币 没东西 下来看看 需要锯条记忆笔啊 大量的基础物资 电子元件拿上 升级工作台就已经没有必要了现在 食物 水 玩具不需要拿 而在冰箱另一侧的栅栏后面 应该是有大量的燃料 需要锯条和撬棍 好目前咱们先这样然后咱们去顶楼看一下 顶楼可能还有被咱们漏掉的资源 一些军方文件看起来像补给清单 大多数物资被送到了军事基地 但是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条目 将儿童用食物和补给送到面包圈处 面包圈处可能是一个 面包圈可能是一个代号 可能是一个间谍 总之是一位不能使用真实姓名的间谍 补给要送到面包圈处 军方给这个人送补给 是让他组建一支队伍吗 没什么新鲜的资源 好那么加油站呢 基本上已经探索完毕了 广播里头明天咱们要播报 加油站有卡车以及有燃料的事 我们现在跑向出口 S码的思索 这辆卡车装满了我们急需的补给品 如果马里克广播他的位置 他将帮助许多民众活下来 毫无疑问必须将消息传给马里克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